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師周恩貞 今天是12月20號星期三 祝福大家小週末愉快 好那昨天晚上的美股 還是非常的強勢 是那指數持續在創下 今年來的新高 那道瓊在創歷史新高 包含像一些科技股 也是即將再創歷史來的新高 所以其實說整體行情 它就是一個很標準正規的多頭 那昨天的台紙夜盤也是續漲了12點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主要就是說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現在的美股比台股強非常的多 那主要就是因為外資即將進入聖誕假期 該買的該佈局的都會提前買好 那其實說這些東西台股接下來 一定都會同步反應上去 就是一個小小的時間差而已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說這個時間的台股 不要去想太多 你要有中心思想 在一個多頭格局 大多頭行情裡面的中心思想 不是說指數小跌一下 跌個白點稍微震盪一下 稍微休息一下 大家就覺得說行情要結束了 絕對不是這樣 就是你要知道說這整個邏輯是怎麼樣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 現在的台股 我們唯一需要去注意的 就是美國什麼時候降息 你說這一段行情會延續到什麼時候 如果要去找一個切割點的話 就是美國降息降下去 我跟你講 美國降息降下去 就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切割點 那在這件事發生以前 我們就是盡量去賺 我先帶大家看一下 每股四大指數 你去看喔 非常的強勢 有沒有道琼 道琼繼續在創高 昨天繼續在創高 那其實說 道琼漲它就代表說 傳產嘛 那道琼漲 傳產鋼鐵航運 相對會比較強 所以你看這幾天的台股 鋼鐵航運傳產相對比較強一點點 那因為說台股的電子比重高 所以 當整個傳產牆 那飛電就會變成說休息輪漲 所以 就像我講 這是一個非常健康的輪動 道琼大漲 S&P500 有沒有 持續在創高 NASDAQ 持續在創高 費半 沒創高 但是相對也是非常強勢 所以我跟大家講 在這個時間你去看 包含台股也是 台股也是一個非常非常標準的 強勢格局 所以其實說 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不用去想太多 就是在現階段 不論說美股也好 台股也好 它就在走一個非常正規強勢的多頭格局 那當然說多頭格局裡面 震盪 拉回修正 輪動這些都難免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反正說現在這個行情 它會持續到什麼時候 就是持續到美國正式降息降下去 因為大家要知道 很多人會跟你說 明年美國降息降下去 行情會有多好多好 我可以跟你講 真正最好賺的 一定不是在降息過後 它是在降息以前 也就是現在 美國正式結束升息 一直到下一次的降息 這是最好賺的一段 因為經濟還沒衰退 同時還有降息的預期心理在 這一段才是最好賺的 如果說明年美國真的降息 真的降息 降下去代表什麼 代表說經濟已經出現了 小幅的衰退 它才會去降息 所以那個時候反而說 有一些個股的數字 反而不會這麼漂亮 所以你看以加權指數來講 就像我講的 這裡就是小幅震盪 小幅度的震盪沒有太大的問題 小幅度震盪我們就是針對 明年2024的新主流 新產業提前下去佈局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在這個時間 你一定要有中心思想 不是說指數跌個幾百點 稍微震盪稍微休息一下 就覺得行情要休息 要轉空要結束了 絕對不是這樣 這一段行情 結束升息到正式降息 這是視為一段行情 這是視為一段完整的行情 所以不用去答 你可以自己去驗證 你可以去看明年 你去看明年美國降息 降下去 整個行情會不會比現在好賺 不是說沒有行情 而是說不會比現在好賺 很多人都告訴你說降息降下去 行情會有多好 行情會整個大爆發 我跟你講絕對不是這樣 而是降息以前 才是真正最好賺的 經濟還沒衰退 同時還有降息的預期心理債 所以我們就是針對2024的新主流 新表股提前下去佈局 因為如果說你要買2024 一些新主流新表股的便宜價 一定就是趁現在 一定就是趁現在 那2023怎麼樣這些都不重要了 2023不用去看了 2023根本就反應完了 我跟你說2023的數字再漂亮 產業展望再怎麼好 該反應的都已經提前反應完了 現在的個股全部都在反應 2024的產業跟數字 就像近期的華碩宏基跟人保 沒錯嘛 華碩宏基跟人保在漲什麼 就是在漲我在11月一直告訴大家的 它就是在漲AIPC跟AIMB 這不是我一直告訴大家的 在2024年AIPC跟AIMB 絕對不會到太差 就是說如果今年是AI的萌芽 2024年它就會是AI的廣泛應用 AI這個東西它會下放到手機 下放到MB 下放到PC 那我覺得說 AI下放到PCMB手機 最大最大的 好處跟優點 就是MP跟PC這個產業 它已經爛很久了 它是可以讓這個產業 重新再起始回升 重返榮耀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很多相關的股票 要買就剩現在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ght 小老鼠WE178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你可以直接拿起手機 掃描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用手機相機直接掃描 就可以加入 以近兩個禮拜來講 近兩個禮拜 你看我們的YouTube節目 看我們早上8點半的盤前解盤 看我們Light裡面的文章 你一定賺得到錢 我跟你講每一張股票幾乎都創高 你一定賺得到錢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我在農曆年前我會開一集專題節目 會告訴大家 明年台股到底會不會上2萬點 我覺得說明年台股上2萬點 這接下來可能會是共識 一個大家的共識 但是問題是怎麼上 用什麼方式上 什麼時間點上 這就很重要 年底上跟年初上 這是兩件不同的事 先跌個3000點再上2萬點 這也是完全不同的事 所以怎麼上 什麼時間點上 用什麼方式去上 我會發布在我的Light裡面 大家記得先去加入 所以你去看 2357的華碩 有沒有 2357的華碩 本週一大漲了半根漲停板 大漲半根漲停板 昨天繼續再創高 這不是我一直告訴大家的 2357的華碩 400元以下很便宜 要買趕快去買 要買就趁400元以下買 不要等它漲上去 又說能不能追還有沒有空間 要買就是趁400元以下 是吧 昨天最高436 400元以下進場 通通都賺錢 全部都是賺錢 20 2024預估30到32 這就像我講的有沒有 PC的庫存消化 AIPC的新應用 30到32 明年的華碩賺30到32 不到400塊錢 本益比都不到13倍 本益比都不到13倍 怎麼可能不會漲 有沒有 436元 通通都賺錢 這就是 這就是現在的行情 因為說現在的資金輪動很快 輪動很快的前提下 我們一定要提前去卡位 你說被短透過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這些都無所謂 現在就是多頭 很快就會輪動上去 華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一直跟大家說 400元以下可以買 400元以下可以買 技術面怎麼樣 籌碼面怎麼樣 這些都不重要 400元以下它的本益比 就是只有13倍 13倍它早晚都是要漲 這兩天同步大漲 436元通通都賺錢 我們的會員買在360 380都有 你看我們的節目買在400以下 通通都是賺錢 這就是做股票嘛 這就是現在的行情 怎麼會不好賺 400元以下的華碩 華碩誰不認識誰不敢買 誰沒有賺到錢 是吧 那我跟大家說 其實 這就是一個產業復甦的過程 那產業復甦的過程 你說像華碩紅金跟人保 這些我覺得 它都還會有高點 抓個20倍本益比差不多 20倍本益比的話 其實說真的華碩500塊錢以下 也都還不貴 這些都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所以你看 有沒有跟我們講的一模一樣 這就是產業啊 你說400元以下 技術面不強 成交量不大 法人也沒有買 為什麼我知道400元以下 可以進場去買 因為產業加數字嘛 我知道華碩明年會重返榮 我知道華碩明年的數字漂亮 所以400元以下 管它技術面怎麼樣 買進去之後 早晚是要漲 436全部賺錢 2353的紅基 紅基也是啊 有沒有一樣的東西嘛 PC庫存消化 AIPC的新應用 2024預估2到2.5 那就像我們昨天所講的 紅基的位階比華碩再更高 所謂的位階不是股價 是它的本益比 我們看位階一定都是看本益比 華碩明年賺2到2.5塊錢 2到2.5塊錢 40塊上下 它的本益比是18倍左右 18倍左右 它一定是比華碩再更貴 所以這兩檔要選一定是選華碩 其實就像我們昨天講的 如果說以長線來看 其實在20倍以下也都還不貴 昨天有沒有 繼續再漲半根漲停板 最高來到40.95 2353的紅基 成交量高達10萬張 10萬張的紅基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我帶你去買的股票 一定都是有頭有臉 有價有量的大公司 因為現在是多頭 現在是強勢多頭 我們一定要去中壓 航行這麼好 我們部位一定要放大 那我帶你去買一些 你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的小股票 你敢買嗎 不可能嘛 不可能嘛 但是你看喔 華碩 仁寶 紅基 甚至我們的瑞育 哪一檔你不認識 哪一檔你不敢去大買 所以你看 紅基也是大漲 大漲半根漲停半 那再來 包含像是 2324的人寶也是 你去看喔 如果說你這個時間點來看的話 哪一檔的位階比較低 其實就是仁寶 因為仁寶它是 NB的佔比比較高 像是華碩跟紅基 它是PC的佔比 稍微比較高一點 因為說PC消化庫存的速度 比NB再更快一點點 所以 PC這部分 它會 漲勢會比較快一點 但是 如果說單純去論數字的話 仁寶它的數字 一定是比紅基再更漂亮 所以你去看 仁寶 它一樣是受惠AIMB AIPC的新應用 2024以目前在手訂單來看 預估2.5到3 預估2.5到3 紅基 預估2到2.5 這些都是真實的在手訂單 2到2.5塊錢 但是你看 紅基的數字比較低 股價已經突破40塊了 仁寶 數字比較漂亮 股價卻還在35塊錢上下 所以它的補漲空間 就會出來了 大家可以去看 仁寶預計 就是給它一點時間 去反映它明年的數字 仁寶應該是會超越紅基 沒有太大的問題 就像當時的創意跟世新 是吧 為什麼說全世界都在講創意好 當時我堅持告訴大家 世新會超越創意 數字會證明一切 是不是 市場一定會反映到未來的數字 世新的數字就是比創意好 早晚都是要超越的 你看現在差多少 差將近2000塊了吧 所以這些股票都是 像華碩 仁寶跟紅基 這些都是很好的證明 AIPC在明年就是大趨勢大產業 因為說華碩仁寶紅基 這是品牌廠 品牌廠會漲第一 品牌廠它的股本大 漲勢穩定 但是它不會是最強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 品牌廠漲完 接下來就是要漲 相關的零組件 相關的零組件 因為股本比較輕 所以它的空間 一定會比這三檔又再更大 所以把握機會 接下來我就是要帶大家去買 MVPC跟手機相關的零組件 全部都已經幫大家準備好了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這幾天台股震盪 就是佈局2024最好的時間點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右下角的 Light 小老鼠 WE178 WE178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現在期貨是大漲了 40點左右 還是非常強勢 所以現在真的就是 我們就是針對2024的 新主流 新題材 提前下去布局 你要買便宜價就是趁現在 很多人就很矛盾 就是我要買便宜 我又不想趁它還沒漲的時候去買 沒有這麼好的事 如果你要買便宜價 我們就是要趁現在買 如果說你要等到技術面轉強才去買 你就一定不會有便宜價 這個是一提兩面的 你要買便宜價就是要趁現在 空間大賺得多就是趁現在 如果說你要速度快 一買就要漲 你就一定要等技術面轉強等出量 但是你就不能要求說要成本低 這個就是相對的 所以我就說 2024年是一個產業 剛要從谷底復甦 這麼好的機會 要賺就是賺大的嘛 現在就要買 包含像是 像近期的航運鋼鐵 航運鋼鐵這個東西 大家就是去做短線就好 你說你要提前布局 2024的航運鋼鐵 會大爆發怎麼樣 這不可能 這基本上是不可能 航運鋼鐵就是很單純 你就依照技術面去做 五日線十日線 站上去進場 跌破就出場 就這麼簡單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景氣循環股 它就是跟現貨的報價 跟整個航運的指數 這就是跟航運指數 真正說空間大的 一定就是在明年 有機會大爆發的 科技股電子類股 所以有任何問題 或是說不知道買什麼 直接 失去我們的Light訊問 或直接打電話進來 我直接帶你來買 華碩人寶跟宏基這些 證明我們的產業看法 絕對沒問題 這是第一棒 接下來會漲零組件 零組件的漲勢一定會再更強 零組件買什麼 我都準備好了 你就打電話進來 那我們直接看一下 今天的一些個股 我覺得因為族群線還沒出來 所以就是以提前佈局 提前去佈局一些 2024或接下來的股票為主 像是 像是2379的瑞育 這個瑞育是前一天的線圖 昨天的還沒有更新到 所以這是前一天的 但是意思都差不多 反正昨天跟前天 它的線圖漲得差不多 2379的瑞育 瑞育就像我講的 NB跟PC 在明年重返榮耀 整個需求重新回溫 瑞育一定 也不會到太差 因為畢竟說 它有太高的營收佔比 都是在NB PC手機 這一塊消費性電子 所以瑞育一樣 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如果說你用周線圖 甚至說月線圖來看 它的位階真的相當低 我給大家看 你看 如果說你把它切到月線圖來看 月線圖又更漂亮了 有沒有 月線圖它是剛剛好即將要轉強 KD指標剛剛好向上交叉 我跟大家講 這就是一個小技巧 如果說你要看2020全年的走勢 你就用月K去看 因為可以看它的格局才夠大 如果說你想要比較偏向中線 中線一點的操作 就是去看周線 周線看比較中線一點點的 日線 日線我覺得說找買點就好 因為說現在什麼 當沖客 日沖太多了 日線它是非常的失真 我很不建議用日線圖去看它的趨勢 日線圖沒有什麼趨勢可言 就是在那邊正來正去的 所以說周線看趨勢 日線我們才去找買點 有沒有 既然說周線格局是強的 周線格局強 日線格局拉回來 這就是一個好的切入點 再來像是 25.8的益龍店 益龍店也是一樣 這個也是前一天的線圖 昨天是開低走高 收最高 昨天線圖也是非常漂亮 益龍店也是一樣 因為說益龍店它主要是做 觸控筆電的觸控IC 觸控IC這個東西 MB佔益龍的營收比重 大概8到9成以上 8到9成以上 就代表說 只要MB這一塊複輸益龍 絕對不會差 它本身的數字也不錯 整體本益比也不到15倍 所以只要說MB整個大複輸 AI的應用加上來益龍 它一定也是優先受惠 就像我講 你去看 為什麼我說它在2024會重返榮耀 你去看這個線圖就好 這個線圖多漂亮 這是一個 這是月K線 以月K線格局來講 其實它的主身段 是完全還沒出來 就是緩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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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 只要一根長紅上去 就很有機會突破前方的高點 再來 包含像是 荷碩 包含像是3037的星星 星星我覺得說 在接下來也是很值得持續下去做流 因為說星星它的位階 相對也是比較低 那位階這麼低的情況之下 其實說AI伺服器的應用好 星星它也不會到太差 好 然後再回到說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這三檔 華碩 宏金跟人保 華碩 宏金跟人保 這一定是沒有問題 就像我講 你去看 很多人說華碩漲到400塊很高了 你去看一下華碩曾經漲到多少 華碩曾經是漲到890 所以這就是我講的重返榮耀系列 華碩有辦法漲到890 就代表說它的公司 是有這樣子的實力跟潛力在 那只是因為說 就是產業市況的問題 導致說整個需求比較疲弱 那在2024它就有機會重返榮耀 你去看它的月線 華碩的月線有多漂亮 KT指標即將轉 這個就很簡單的KT指標 黃金交叉 即將突破前高 這是月線喔 你去看月線是剛剛要起漲 一旦突破它那個周期會有多強 你自己去看 包含像是 2353的紅機 有沒有 紅機也是一模一樣 KT指標 剛剛轉強 即將要向上 包含像是 2324的人保 你看這三檔其實你去把它切周線來看 走勢幾乎是一模一樣 KT指標全部都是剛剛轉強 全部都是剛剛第一根長紅K 所以這種都是說 在2024 因為說它的格局太漂亮 月線剛剛轉強 就代表說它的這個 比較中長線的波段 才剛正要開始而已 這些都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所以我跟大家說 紅機人保跟華碩 這就證明我們對產業的看法 絕對沒問題 很早就跟大家講 在2024 AIPC是一個大主軸 不可忽視的大主流 因為甚至是品牌廠 品牌廠會長第一 接下來更強的一定就是零組件 因為零組件股本比較小 又再更輕盈 所以我現在要帶大家買的 就是零組件相關 所以你看2379的瑞育 2458的翼龍 還有像是核碩 全部都上漲 全部都上漲 這些都可以持續來做留意 所以說不知道要買什麼 直接打電話進來 接下來要買什麼 2024買什麼 我都準備好了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 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的戀愛 我經過